HELLO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很玄 但是又很科學 一直都被我們運用在周遭 但是卻沒有人懂得原理的東西 那就是量子力學 《金鋼精》裡頭有一句話 一切有為法 如夢換泡影 如入意如墊 因作如世觀 釋迦摩尼在這句話告訴我們 這世界的一切 終究是虛幻的 許多時候我們並不需要太執著 那麼這個跟量子力學又有什麼關係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一個框框長1米 寬也是1米 我們把它放大10倍 再放大10倍 然後再放大1000倍 再放大1000倍 最後放大1000億倍 我們就進入了量子世界 量子世界裡頭的粒子 都是小到無法再次被分割的 在量子世界裡頭 我們看待事物的角度 稱為圍觀 那相反的 我們一般認知所看到的世界 就稱為 可以說 在我們大部分的理解 原本在宏觀世界裡頭 理所當然的廢話 在微觀世界裡頭 卻不是這麼回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 你走在路上 碰到了一堵牆 你想要過去的話 勢必要繞過去 但是在微觀世界裡頭 你是可以直接穿越過去的 科學家將電子往牆上打過去 我們理所當然的以為 電子會這樣卡在牆上 但是電子卻可以直接的穿越過去 這種現象稱作為量子穿碎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不知道 如同影片一開始說到的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種現象是如何運作的 但是我們卻可以運用它 例如我們所用的固態硬碟 SSD 為什麼會比液態硬碟 HDD還要快呢? 就是因為使用了量子穿碎的原理 量子力學裡頭 另一個有名的現象 叫做量子糾纏 打雷閃電的時候 為什麼總是會先看到閃電 之後才會聽到雷聲 這當然不是因為眼睛長在耳朵前面 而是因為光速比音速更快 所以閃電更快的會被我們所看到 而我們目前所在的宏觀世界裡頭 所知道最快的速度是光速 但是在微觀世界裡頭 當兩個粒子在交互作用之後 它們就會產生了連結 之後 就算再把兩個已經連結的粒子分開 不論它們離得有多遠 哪怕是一個遠在外太空 一個在地球 只要其中一個粒子動了一下 另一個粒子 也會幾乎以同時的速度動一下 那麼這個傳輸的速度有多快呢? 目前發現它們同步的速度 至少比光速快一萬倍 等於是同時了 這還只是最保守的估計的速度而已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目前也還是不知道 我們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速度越快時間越慢 如果我們搞清楚了 量子究竟是如何以這麼快的速度來同步的 或許也就可以延長人類的壽命 說起量子力學 那就不得不說明一下著名的雙縫干涉實驗 現在我們眼前有一台投球機 投球機面前擺了一個板子 板子中間有一個縫 當球向前面發射的時候 發射出去的球不是擊中板子 就是從縫中間穿過去 穿過去的球打在牆上 就會顯示出這樣子的形狀 現在我們換成有兩條縫的板子 結果就會出現這樣子的兩條線的形狀 這個結果大家應該都無庸置疑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現在我們把球換成了水 水波的弧度穿越過細縫之後 會形成這樣子的圖案 越是中間就越明顯 越是靠兩邊就越不明顯 但是 當我們再換成兩條細縫的板子 如此一來 經由兩個細縫出來的水波 就會互相干擾 最後形成這樣子的圖案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是粒子的話 它就只會直直的向前走 不會出現干涉條紋 只有波的特性 才會這樣向兩邊干擾 但是這樣子的實驗 到了量子領域的微觀世界 就不一樣了 首先 我們對著一個細縫照射光子 打在牆上的光子 還是一樣會形成一條線的圖案 但是 當我們換成兩條細縫的板子 神奇的事情來了 明明打的是光子 可是卻出現了波才會有的圖案 然後科學家想 剛剛這個實驗是把光子連續發射出去 也許是發射的時間太靠近了 以至於從兩條細縫通過的光子 它們也產生了干擾 所以 科學家將光子改成一個一個的發射 前面的這一個光子 打到牆上之後 才會再發射下一個 這樣子 總不會干擾到了吧 可是得到的結果 還是一樣 是只有波才會出現的圖形 難道光子 到了板子前面 會自動一分為二 穿過縫隙之後 再合在一起打在牆上嗎 這也太玄了 應該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就有科學家想 難道光子 它其實是波 而不是粒子嗎 難怪人家都說光波光波 原來光就是波啊 如果你也這樣想 那你就錯了 讓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科學家為了搞清楚這個光子 它究竟是怎麼穿過細縫 才會顯示出波才會有的干涉桃紋 他們架設了一台監控器來看光子的移動 有趣的事情來了 當監控器在觀測光子如何運動的時候 這個光子居然就乖乖的落在原本應該落下的兩條線上 不再出現干涉條紋 不過當科學家移開了監視器之後 發射出去的光子 它又會出現干涉條紋了 光子就像是活的一樣 當它知道有人在觀測它的時候 它就會乖乖的呈現應該有的樣子 就在科學家 他們為了光它究竟是粒子還是波這件事情 爭吵不休的時候 有一個科學家波爾 就提出了一個哥本哈根學派 其中有一個叫做疊加泰的概念 所謂的疊加泰的意思 就是說量子本身 它是將各種可能性都加在一起的 它可以同時是1跟2 也可以同時是男生或女生 如同佛教解釋 觀世音菩薩的性別一樣 它非男非女 但也極男極女 可以自由的顯現 如果我們以剛剛的雙縫實驗來講的話 就是量子它同時存在粒子以及波的特性 當你對它進行觀測的時候 它就會根據概率 隨機呈現其中一種結果給你看 變成一個確定的狀態 這樣的過程就叫做 簡單的說就是在量子領域裡頭 你不去觀測它 它就是不確定的 但是當你一旦觀測了它 它就會呈現一種確定的狀態 薛定二是奧地利的物理學家 他並不認同波爾所提出的說法 他說把一隻貓放在盒子裡頭 裡頭給它設置機關 當貓啟動機關之後 就會釋放毒氣把貓堵死 如果貓沒有啟動機關 這隻貓就不會死 如果按照波爾所說的 不去觀測它 它就是一種疊加態 同時存在著貓觸動機關 與不觸動機關的可能 這個時候的貓 就是屬於一種既是死又是活的貓 要等到盒子打開了 觀測了它 這時候貓才會是一隻活的貓 或者是死的貓 但是現實生活中 並沒有那種氣死又活的貓 對於這一點 波爾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話 來回應薛定二 他說你在宏觀世界裡頭 去談論微觀世界裡面的量子效應 這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也由此得知 微觀世界的量子領域運作 本身就是不確定的 不能夠用宏觀的概念去解釋它 這也就如同宗教裡頭 所說的靈性世界 我們沒有辦法用正常的邏輯 去理解以及解釋一樣 或許你並不知道 我們目前所用的手機 電腦還有半導體等等 許多的科技產品 都是運用量子力學的技術來做成的 一個傳統的電腦 在解讀數位訊息的時候 只能夠處理00、01、10、11 這四種結果 可是量子電腦 因為有疊加態的特性 它可以同時處理這四種結果 我們用這張圖來看 就會比較清楚 左邊的是傳統電腦 它在處理訊息的時候 要先判斷第一個是0還是1 然後再走到下一個關卡 來判斷第二個數字是0還是1 如果走錯了 就還得再重新開始一次 但是量子電腦不需要這樣子 它可以同時是0或者是1 所以它可以一次完成所有的計算 中國在2020年宣布 他們研發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量子電腦 他們說目前世界上除了量子電腦 最快的超級電腦需要計算6億年的資料 這一台量子電腦只需要200秒 就可以計算出來 關於中國說他們已經研發出來的話 我是覺得聽一聽就好 他們自己國人也都不太相信 不過量子技術 確實是可以做到這麼快速的計算 有在玩遊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電腦為了減低計算效能 只會處理我們所看到的畫面當中的資料 那些不在畫面中的東西 電腦就不會先處理 有些遊戲的畫面越好 聲光效果越好 就需要越高階的顯示卡 以及其他的電腦配備來運算 這樣子遊戲進行起來才會流暢 尤其是線上遊戲 每一個角色在遊戲世界裡頭都是互動的 也就是說我在這邊做一個什麼動作 那麼其他的玩家所看到的畫面 也必須要連動 要做到這樣子的效果 就需要更快的處理速度 假設有人運用量子電腦的運算速度 再加上在人的大腦刺激神經元 來產生觸覺、嗅覺、味覺等等的知覺 那麼量子電腦 很有可能是可以創造出一個虛擬世界的 也很可能其實我們已經生在遊戲裡頭 卻還不自知 以為自己都在一個真實的世界 就像電影駭客任務一樣 我們可能其實一出生就被接上了電腦 然後在這一套遊戲裡頭 體驗不同的人生 遊戲結束了 下一次再進來 你又是不同的角色 那這個大家會不會覺得 這就是所謂的輪迴呢?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句話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電 應做如事觀 會不會釋迦摩尼 一開始就是在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就是虛擬的呢? 好了 今天我們就聊到這一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歡迎給小頻道按讚訂閱分享 同時開啟小鈴鐺 小頻道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